不想的 但是如果你执着在这上面 把幸福执着在这上面 财富感情名位 那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这个 就产生自杀了 忧郁症了 或伤害别人了 因为他不了解变化无常 所以痛苦的原因 就是来自于无名贪爱 所以佛陀说灭涕 什么叫灭涕 得到那种离苦的状态 什么叫离苦 你只要没有无名 没有贪爱 就离苦了 所以各位要精进的研究 金刚经心经经典 开发智慧 得正空性 你没有无名了 那你就解脱了 就不会贪爱了 那如何消灭无名贪爱呢 倒替就修道 怎么修道呢 念下来 勤修戒定慧 消灭贪生痴 所以各位要一步一步的 皈依受戒 八观哉戒 菩萨戒受戒 再来呢 修定 诵经念佛 修会 要有智慧的观道 有这个戒定慧的实践 你就可以消灭贪生事 然后这个戒定慧的实践 在日常生活是什么呢 来背一下 八正道 各位要实践八正道 那这个在佛事上面都有个法轮 这个是八正道 如果你去实践八正道 你就可以离辅得乐 那哪八个正道呢 来 各位念下来 正见 就是各位要有正确的知见 听我们佛法 第二个 正思为 那各位要知道 一切痛苦来自于贪 恨跟伤害众生 所以你要发愿 从今天开始不贪 不恨 不要害别人 你才可以离辅得乐 再来第三个 正语 就是说 那既然你要消灭贪生事 那要从你的嘴巴开始做起 从今天开始 不要骂人 不要骗人 不要说是非 要讲好听的话 第四个来 正业 业就是你身体的行为 不杀生 放生 不偷盗 不失 不学淫 那这个正业 所以各位 哎呀 先生老公在外面血淫 你很痛苦 你不要痛苦 你要很慈悲 他好痛苦 不是你很痛苦 如果你有一个 我在被欺负 那你就很痛苦 如果你不是这样想说 哎呀 他在血淫 你看不正业 他将来还要堕落地义 还要受苦 哎呀 同情他都来不及 自己不要犯错 但是同情别人犯错 但是如果你恨对方 就代表你这个 你的爱是自私的 你只是怕自己受伤 你还不是真正爱对方 所以真正爱对方 对方做错 你还要更同情他 怎么去引导他 怎么会去恨他呢 所以正业就代表身体的行为 不杀生 不偷盗 不行 第五个来 正命 什么叫正命啊 谁都要活下去 但是活下去呢 要有正确的方法 各位不能去卖这个调剧啊 卖这个毒药啊 卖烟啊 卖酒啊 开酒家 开赌博的地方啊 甚至你卖的是那些杀虫剂啊 这些 让其他众生 痛苦死亡的行业 你都不能做 排放污水啊 废水把那个河流弄脏掉了 你去出产那个渔船啊 让别人抓更多的鱼啊 你专门在制造枪的啊 让别人去打猎 那都不行 所以各位这个你要注意啊 以后你的儿子在上班 赚多少钱 没有关系 做的行业要好 对别人有帮助 做的行业 如果伤害到其他的众生 不管是人啊 鬼啊 蚂蚁啊 这些都不好的 这个都是不正命 甚至算命赚钱啊 出家人也会哦 哎呀 人家说的和尚不作怪 信徒不来拜 为了要得到一些金钱 出家人就是 邪命就是帮人家 怎么算命啊 这样可以得到很多金钱的供养啊 讲了很多神通啊 这个都不行的 利用很多法会来赚钱啊 哎呀 家里穷啊 所以跑来出家 每天念经赚钱 那这个都不是正确的 这个叫邪命 所以我们要正命 这是第五 第六个念一下 正经济 所以各位要很精进哦 你不要想说 哎呀 现在才四十岁 慢慢休啊 八十岁再来哦 你等一下出去不小心 头撞到就死了 各位呢 车子开出去也会撞到 坐飞机也会掉下来啊 生命无常 夜暴随时会来 夜暴有些是让你生病 所以你要精进 精进什么 已经做的不好的恶 赶快断掉 还没有做的恶事 不要做 已经在做的善事要延续 还没有做的善事呢 你要赶快做 你要精进 第六个 第七个来 正念 那各位要保持正念 那四个正念呢 第一个你要知道 身体是不干净的 痛苦的 不要执着身体 再来感受也是痛苦的 不要执着被尊重啊 我要开好车啊 人家说我好漂亮啊 唱歌给人家听 人家鼓掌我都很快乐啊 这种感受都是痛苦的 再来观心无常 不要相信你的心哦 除非你是正阿罗汉哦 你要把心安住在法 把它框住 因为你的心是变化无常 再来观法无我 什么叫法 家庭啊 身体啊 一切的法都是不永恒的 所以你不要想要去控制它 这个叫四个正念 来背下来 观身不静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第八个念一下 正定 各位要有正确的禅定 就要把心安住在 身性因果 相信空性 对众生不退的慈悲心 上面要镇定 所以呢 我刚刚背完了 这个八正道 我背完以后 已经四分之一睡着了 所以各位 要听闻佛法不容易哦 有些人呢 平常精神很好 你跟他讲佛法 他就开始睡觉了 他觉得这样很好睡 八正道 来背下来 正见 正思维 正愚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 正定 所以佛陀给我们讲了 法 三法 应四身体 八正道 四弘四愿 你要成佛 你要发四弘四愿 来念一下 众生无边志愿度 烦恼无尽志愿断 法门无量志愿雪 佛道无上志愿成 你要发这四个愿 发这个四个愿以后 开始利益众生 你要行四色法 来背一下 布施 爱与利行 同事 你要对他好 你要讲话很客气 很柔软 你要帮助他 而且你要跟他站在同一个角色 四色法才可以色化众生 然后那你就要去圆满六度波罗蜜 才可以自立立他 那六度呢 念一下布施 识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波忍 所以六度波罗蜜通通要做 你不能说我这辈子只喜欢布施 我这辈子只喜欢修禅定 我这辈子只强调守纪律 都不对了 你呢布施才能够消灭贪心 慈戒才不会伤害众生 忍辱才可以把称慧心去掉 精进才不会懒惰 散乱 修禅定 心才会专注 有智慧才会得到解脱 这样啊你才能够成佛 所以规法 各位呢我把简单的法报告一下 所以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地藏经 华言经 都是我们皈依的对象 那各位要好好沿用 归身 哦 出家人呢 专心地研究佛法 弘扬佛法 那么就像我们生命的老师一样 告诉我们佛法的内容 所以佛陀像医生 佛法像药 出家人像护士 佛陀像一个导游 他已经到了彼岸了 那法就是这条路 这条路 这条到彼岸的道路 然后身呢 出家人就是陪着我们 带着我们走向离苦得乐的道路 那是成佛道路的这个朋友 所以向各位来归一三宝 好 那我们现在正式要归一三宝 然后我们首先要来离请三宝 各位可能你的眼睛看不见 但是各位一定要相信 就像我们在做火供一样 哦 有些人用傻瓜相机拍 上面有很多法轮啊 坛场啊 诸佛菩萨用他的坛场啊 接引众生 所以我们正式要归一三宝 你只要一念 诸佛菩萨都到现场来 接受我们这些 哎呀 要离苦得乐 要成佛的佛弟子 他们非常非常的高兴 所以佛经说 一个人用一百年在这个全世界做大布施 都还不如归一三宝的功德 所以中国人更讲 一直得到九权七祖尽超生 一个做儿女的 能够了解生命的道理 而归一三宝 哎呀 父母都得解脱了 他已经走入生命 找到生命真实的意义了 要走入成佛之道了 父母就是最大的功德了 所以我们今天以这样来 离情三宝 各位各位念 南无常驻十方法 好 问讯 再来南无常驻十方法 问讯 南无常驻十方身 问讯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问讯 好 那现在来啊 我们就要融入三宝 愿三宝成为我们生命的医子 所以呢 归佛 没有 归佛呢 两族尊 佛陀是圆满的觉悟者 具足两种 智慧圆满跟福德圆满 福德是来自于慈悲的去布施慈戒 智慧是来自于禅定般若 福慧两族尊 规法 那各位如果了解了变化无常空性的道理 那你就可以离开欲望 所以这个世界 拥有全世界的财产不值得我们羡慕 一个没有半毛钱却断除欲望的人 才是我们羡慕的 内心没有欲望的 才是我们羡慕的对象 离欲尊 归身 出家人 按照佛的教法 在修行弘扬佛法 哦 是人天的福田 重重尊 所以各位 你要从内心里面 非常的羡慕出家 哎呀 我这辈子不能做出家人 好可惜 但是呢 所以我 赞叹出家人 护持出家人 黄金白银非为贵 唯有加沙披肩男 你做世间的皇帝 都还不如出家人的自在 所以呢 我们对出家人很羡慕 很感恩 这样来归一生 重重尊 所以呢 就是出家人看到 国王皇帝都不能离拜 因为出家人 是超越世间 那各位如果去泰国 佛教国家 国王看到出家人 都要拜 因为出家人 在这世间是宝贵的 所以一皇大帝 也不敢接受一个 受五戒的在家菩萨 离拜他 只要有受五戒要拜他 就赶快站起来 免得损福报 所以一皇大帝 更不敢受出家人的礼拜 因为出家人是按照真理在生活的 就像这个世界 大家都得癌症一样 但是出家人是能够医治癌症的这种医生 所以大家都尊敬他 从他身上可以拿到几日药 所以这样来归医三宝 所以来各位跟我念 要念自己名字 我弟子 我弟子某某某某某 自是发心 归医三宝 今在丛林古事 一海淘宝 一海淘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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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传授 三规医 正民师 进行寿 进行寿 归医佛 进行寿 归医法 进行寿 归医生 好 拜 能拜就拜 不能拜就问训 礼敬三宝 起来 第二遍 我弟子 某某某 自是发心 归医三宝 进行寿 归医佛 两足尊 永不归医 自在天魔 自在天魔 住在比玉皇大帝还高了 第六个天 所以连这个天魔 乃至天神 都不是我们归医的对象 进行寿 归医法 离遇尊 永不归医 外道典籍 各位那些 不相依 不相依贪嗔痴的这些外道典籍啊 甚至是假借佛教的名字的这些书啊 都不用看了 因为我们要看的是正知正见的佛经 再来 敬行寿 敬行寿 归医生 宋宗尊 永不归医 外道协众 好拜 洗 第三遍 我们要念完三遍 正式归医 各位正式归医以后 你旁边就有三十六个护法神 跟术士修行的这些护法神 只要你不离开三宝 这些护法神是随时护着你这位三宝弟子 他们也有功德 一直护着你到成佛 但是你对三宝一失去的信心一退转 他就不得不离开 没办法去护你的法了 所以第三遍 我弟子某某某 自事发心 归医三宝 依海涛法师 为传授三归医 圣民师 尽行授 归佛 尽行授 归法 尽行授 归医生 好拜 起 我们要加念一遍 因为刚刚讲过了 我们要替 有缘众生 殷亲在主 历代祖先等 愿他们都归一三宝 我们等一下还要施死给他 他们先归一三宝 然后呢 得到了施死以后 还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来自升天 谁给我念 来 我弟子某某某 当愿众生 归一三宝 敬未来祭 不是光这一辈子 愿生生世世 归佛 永不做地狱 敬未来祭 归法 永不做恶鬼 敬未来祭 归生 永不做促生 好拜 观想 有缘众生 接着归三宝 起来 再来还要念 男生叫幽婆舍 女生叫幽婆怡 然后我们从今天归三宝以后呢 各位要对三宝 就近有信心 归佛近 外面的什么什么鬼神 不要再皈依了 哪怕玉皇大帝拿了全世界的财产给你换 你只要相信我 不要相信佛 你也不要理他 因为你要对三宝有信心 三宝给我们的圣财 信心 戒律 智慧 这个是圣财 世间的财 是变化的财 没有意义 要有这样子的信心 所以来跟我念 远诸佛菩萨加持 十悲护念 我弟子某某某 为幽婆舍 幽婆仪 念一个就好了 看你是幽婆舍还幽婆仪 从今日 乃至命中 保护一切生命 不能自杀了 不能杀众生 不能堕胎 因为小小一只蚂蚁都有佛性 哪怕怀孕一个礼拜 也有佛性 我们过去无知 我们忏悔 但从今天开始 保护尊重一切生命 归佛尽 归佛尽 归佛尽